商户那里看到了这份通知书 上面写道 由于建外搜厚东区拖欠520万电费 朝阳工电公司决定 在11月18号8点以后 随时对东区采取停电措施 记得了解到 由于物业封锁消息 接到通知的多是一楼的商户 而楼上的商户基本上都不知情 没有 没有任何人 对 据业主反映 早在几天前 建外搜厚东区已经出现过 停暖停热水的情况 一位知情人士私下告诉记者 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物业公司之间在扯皮 目前 建外搜厚已经拖欠了 供电局和热力公司 高达1500万的费用 在潘石屹的伯克里 我们也证实了这个观点 潘石屹在伯克里写道 造成这种结果的 仅仅是因为两家物业公司 长久在建外搜厚闹租分 为一己私利 而置这里的居民和业主们的 基本权利于不顾 他表示 有意成一物业公司 参与旗下物业的管理 希望建外搜厚的新老物业 应该尽早停止扯皮 还业主一个安心的居住环境 但在现实中 老百姓花巨资购买的房子 有一些还真让自己操心 比如上海市敏航区 莲花河畔河畔景院小区的业主 今年6月27号 该小区在建楼房发生整体倒户事件 日前持续近5个月的 倒户楼购房者赔偿工作正式结束 其中18户选择退房 23户选择置换其余未倒房源 有一部分购房者 不满开发商提出的赔偿标准 经过多房协商 目前最终出台的赔偿标准是 在此前估价的基础上 每户购房者 再加每平方米1099元的补偿金 此外就21户购房者 聘请律师的费用 开发商也承诺赔偿每人3.5万元 正在加固的6号楼38户购房者中 7户已经做出选择外 其余31户在本月底 加固方案完成之后 时间内也将做出选择 据了解 莲花河畔景院411户 卫岛楼房购房者中 已有59户选择退房 上海市的这起楼倒倒事件 让建筑质量问题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但有的建筑物 却因为建得太好 而迎来民众的责怪声 那么这个事呢 您听说过吗 广州市攀渔区的一座公厕 就引起了社会各地的广泛关注 因为这座公厕 号称超六星级 造价花了800多万元 而装饰是用了一金黄金 玉包金 琉璃瓦顶 金灿灿潮州目标 加上金水龙头 金测纸袋 这就是最受争议的贴金公厕 它位于广州市 攀渔区新建的一座园林内 这座被称为南月院的 岭南陵园 建造时用了十公斤黄金 不过对于这样的大手笔 市民却看法不易 被人说得我们国家很多旅游点的厕所都很不成样子 我觉得这里能够首先大头能够突破这个 好 好